作词 李宗盛 研究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大爱乙行观 到国外某些地方去博物馆 是我们很希望去看的一个地方 有时候更不经意地发现一个地方 就是医学的博物馆 那个感觉更是非常开心 为什么 温故之心以外 你要从过去回首过去 你才能够看到未来 也能够珍惜现在 非常重要 我们不要讲这个很古早的一个历史 光我们看这样的一个器械 现在尔比喻科里面 几乎就不太会看到了 为什么 因为这是用一个镜子在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用这个镜子反光 镜子它照射以后 它会把这个影像 从这个地方 譬如说声带的那个影子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 软骨的一个形状 或者是咽喉部这样的一个状况 透过这样的影像传导出来 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到 那这个通常 通常要用的一个过程中 这个镜子 我们会先拿到酒精灯上面考一下 现代人 你不可能 现在你在医院要找酒精灯 很困难的 只有在检验科有 因为它做某一些细菌培养的时候 也要用到这个东西 其他的部门 不会有酒精灯的 那时候 我们在当学生的时候 就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为什么要有酒精灯 因为要考一下 不然你放到里面 有水汽 水汽就会模糊 就看不清楚 这咽喉里面的一个景象 那现在呢 现在当然就不一样 透过这样的一个鼻咽镜 从鼻子这边放下去以后 这病人也不会感觉 很不舒服的一个状况 就可以很清楚地 看得到像这样的一个 我们的一个软骨 我们的声带 是在这底下的状况 上面鼻咽的部分 它到底是怎么样 一清二楚 不会说一下子病人 呼吸大一点 水汽多一点 我们就看不到的一个形象 所以你看巨星才多少 五十年不到 三四十年的一个岁月 医疗的一个进步 是如此之大 所以这是真的 从这个博物馆里面 从过去中 其实我们更应该可以考虑 而不是可以考虑 更能感受到那个珍惜 感恩现在的一个重要 水汽这个有时候就看起来 感觉这个气质就突然间提升不少 云雾鸟鸟的一个状况之下 心情好像就比较能够把很多事情置之于度外 那样的一个状况 是这样吗 这个跟大家报告一个 非常有名的句子 叫不畏浮云 遮望眼 致缘身在最高层 这是王安史北宋的 这个政治家诗人 他写的 不畏浮云遮望远 你致缘身在最高层 你是政府的一个领导 所以你看得 看得很远 所以你即使有浮云 也不用太担心了 要能够穿透那个浮云 也是很困难 沈君山这个已经去世的 以前清大的校长 他就把这个改成 虚未浮云遮望远 需要 担忧 担忧 浮云会遮望远 只因身在最高层 你在最高层的时候 云雾鸟 你又看不到未来 看不到远方 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 你要更加担心 是不是 听到的东西 是片面之词 还是正确的 各方面的一个讯息 都能判定 我们回到王安石 王安石 他这个也是到各地去 因为到这个官职的关系 有时候要到别的地方去认职 离他的家 事实上是蛮近的 所以他就写下这样的一句 到最后非常有名的一句话 他说 金口瓜州 一水间 他跟他的故乡 只有相隔一水而已 中山只隔 树重山 我的家乡离这里 也没有很远的意思 那现在呢 春风又到江南岸 明月何时照我还 我已经 这个春天又到了 那什么时候明月 能够照着我 能够随着那个江水 回到他的家乡去 春风又到江南岸 明月何时照我还 好 这个有名的地方 是在前面那一句 前面是什么 他原来是这样想 春风又到江南岸 他想这个光一个字 就是到这个字 他想了半天 到底是这个到好呢 还是呢 过 春风又过江南岸 还是呢 春风又入江南岸 这个 就在那边斟酌半天 结果 他又想了半天 就有一次坐船的时候 就往外一看的时候 他就选到最后的一个 春风又绿江南岸 哇 这个果真是 比那个道 过 入 都要来的好多 春风又绿江南岸 那明月何时照我还 这个 你说古人那一份的一个心胸 是思念 可是我们现在离家那么近 或者说 传一个简讯 随时问候一下 都是为人子女必要的一件事情 那话说 王安史 变法等等 还是非常认真的 这是一回事 没有错 他有一天 不是有一天 他太太就发现说 他吃东西 这一盘给他吃 他一下一扫而空 于是每一次 都给他煮上同样的东西 这当然不是 类似这样的一件事情 每一次都给他煮 煮上同样的一个东西 结果一样 王安史就吃掉 然后他太太就问他说 你是不是很喜欢吃这个 他说 你煮的是什么 他完全不知道 他表示什么 他根本不管是什么东西 有个东西他就吃下去就好 再去想到底是要又滤 还是又过等等 这方面的事情 还是要推行宪政 宪法那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吃对他王安史讲起来 他根本不重要的事情 但是吃这是非常重要 饮食对我们身体的一个健康的影响 非常非常重要 那血糖的一个控制 如果不是很好的一个状况之下 长久的一个影响 有时候也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 一个八十几岁的一个男性病人 八十几岁出现来急诊 就是败血症 休克 非常严重的 就是生命在担心之间 血压已经快凉不到的情形 冒冷汗 神志不清的一个状况 血糖非常高的一个情形 所以我们临床的医师 急诊的医师 临床医师 一定要去寻找 他这个背后感染的一个来源 呼吸的一个状况是最有可能 泌尿道感染是有可能 其他的肚子里面 其实你看肚子脏得那么厉害 这里面一个空气 这都是小肠的空气 也就是肠子的蠕动也发生问题 那再进一步给他聚焦 因为看起来 小辈有点感染的这个状况 肺部听起来 X光看起来也还好的状况 所以聚焦 是不是泌尿道感染的一个问题 给他做电脑断层 超音波的时候 都可以看到肾脏这个地方 这个正常的时候 我们这个是比较正常的时候 肾脏 肾雨 然后就到我们的数尿管去 这里有狭窄的一个情形的时候 不管是结石或者是什么狭窄 造成的结果 这里就变成肾雨 这个地方好像水肾 它意思就是说 肾雨扩大的一个状况的时候 这个尿流量会受到影响的时候 它发生感染的机会 当然就更大 好像说我们这个水清澈如水 因为源头活水 源源不断的时候会这样子 你如果阻绝不动的一个状况 它容易藏污纳垢 容易在那个地方支撑细菌 它就在这个地方造成一个 非常严重的一个感染源 所以知道那个问题点以后 赶快这个地方 就是肾雨在那个地方 发炎的一个位置 放上那个导管 给它做引流出来 所以大家想说 这个不是就是解决它燃眉之急 问题点把它解除掉 这个绝对不是大家想象中那么简单 这个生命是在那样的一个 非常危急的一个状况的时候 赶快正能解决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血压是拼命的掉 我们就要给它生压剂 维持它心跳血压的一个状况之下 再加上败血症的影响 周边的一个血流 不好的一个状况之下 你看末梢变成这样子 这看起来都会非常不舍 原先的看起来有一点点发指 到最后整个血流 不行的一个状况 这个我们追踪了大概两年 一年多左右的时间 可以看到这个最后手 这些黑的它自己会掉 我们没有开刀给它弄掉 避免再一次的这个风险 手变这样子 那所以大家想说 这个手对它影响是不是很大 其实还好 为什么 因为这个还有一点手指的一个长度 所以它拿东西 它可以拿的 握东西可以握的 即使笔也可以 当然对它心里的一个重建 这是更重要的事情 告诉它说 这个手的功能还是可以有自信 当然更要提醒所有人 血汤一定是要斤斤计较的 感谢收看 再见